刚才你千万不要生出什么误会 不会的 大姐 你马上就要嫁给凌王殿下了 不要想太多 我一定一定不会让你不高兴的 你不用同我讲这些 大姐眼下也没说什么 大姐也没有不信任 我再给你盛一碗 不用 我有点不舒服 不想喝 那好 一会儿你抹完药膏 早些休息 大姐先走了 大小姐我们回去吧 千万 不知殿下还有何吩咐 这汤 可是你亲自熬的 嗯 我只是想 你亲自熬的汤 也是一番苦心 不喝浪费浪 若是不介意 让本王喝了可好 怎么 若是不愿意便算了 怎么会呢 殿下不嫌弃的话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怎会不愿意 今晚月色甚美 去院子里陪伴我喝汤吧 你的手也烫伤了 吐点药吧 殿下 知晓我手被烫伤了 苏远黛 王王要和你说一声抱歉 殿下是想说 你喜欢苏向瓦吗 本王一直喜欢你 从会识大体 既然你已知晓 那本王也不必多言了 她是我亲妹妹 不是旁人 若是王爷喜欢 我也替她开心 民女也不是那种 心胸狭隘之人 也不会容不下她的 她也到了急急之年 姐妹 姐妹可以共事义夫 本王就知晓你会这样说 不过你可知道 婉婉 她并不愿意 这是 婉婉说的吗 她没说 不过本王明白 她让本王好好待你 往后不要再接近她了 那殿下今日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苏远黛 本王对不住你 不过你我之间的婚事 还是就此作罢了吧 这 这婚事 这婚事已经人尽皆知了 还有几日 若是现在作罢 你放心 祖府的利益不会受到分毫影响 几日后的花椒 也会如期尚安 所以说 一切都没有变 只是嫁入王府的 从我变成了婉婉是吗 没错 婉婉 婉婉她答应了吗 她会答应你 若是我说不能 汤很香 谢谢你 你说汤很香 可是你一口都没喝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可能 凌王怎么可能突然变卦 不是说好要娶我大姐的吗 说来话长 那个苏向晚替凌王挡了一件 凌王才下定决心要迎娶她 大姐被退婚 那她得多伤心啊 是不是只要假的不在了 一切就都好了 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她吗 你根本动不了她的 动不动得了 是的才知道 大姐 婉婉来了 快坐 大姐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只不过你马上要嫁人了 大姐有些不舍 大姐 你不会生我气了吧 我们两个不管谁嫁入凌王府 对苏家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大姐这样说 婉婉就放心了 婉婉还担心 会因为这件事 生分了我们的姐妹之情 现在看来 是我多虑了 婉婉 你要记得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对你 对苏府有利的事 让大姐做什么都愿意 大姐 婉婉就先回去了 加入皇家的礼节太多 我要赶紧回去 同嬷嬷学习规矩 先走了 婉婉 婉婉 郁王府近日可有什么动静 放心吧 王爷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呢 郁王现在昏迷不醒 进出府的只有宫女和太医 她的贴身护卫永川 也一直寸步不离 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 那就好 下去吧 是 该走了 婉婉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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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